帶來這一題 他說在三角形APC當中 AB等於10 AC等於9 然後cos的角BAC等於8分之3 然後他說假設PQ分別在AB跟AC上的兩個點 然後使得三角形APQ的面積剛好是全部APC等於半 請問你PQ的最小可能值是多少 這個題目去到剛剛我說的一樣 說這種題目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第一步怎麼下譜 我覺得最難是下譜第一步怎麼做是最難的 好 來吧 我們畫一下吧 一樣先畫口對不對 好 那假設這個是A點 B C 所以呢 AB 原本是10 AC 原本是9 OK 然後PQ是在其他的某兩個點 好 把它練起來 這個PQ是我任意畫的喔 那只是講重點是 這個面積應該是全部的一半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會不會是像事情 不知道 我只知道面積是他的一半而已 聽懂嗎 那這個告訴你的經驗法則 當題目要找什麼東西啊 最小值的時候啊 你覺得 你會跟什麼東西扯上關係 可惜不等次 OK 還有沒有 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 還有沒有 算數平均數當然幾了 平均數真的嗎 對不對 三個可以可能找到這個 所謂的最大或最小值 OK 那如果你一直去觀察 你這邊來看的話 看起來 可惜不等次 搞不好還有點機會 但是你看一下這邊喔 呃 我們把它簡化一下 這裡你講 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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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這麼講 我剛剛有新的符號就是 CTA 講 如果從這題目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嗎 全部的面積你可以找出來嗎 全部面積 對 三角形全部的面積 就是三角形的 AB 面積可以找出來嗎 二分之一的 AB B 乘以 AC 再乘以 sin CTA 也就是所謂的 sin 叫 BAC 對不對 聽懂我意思啦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可以利用 Cosin這個值 去導出我要的 sin 所以剩下一半的面積呢 我就知道它是多少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那現在問男之男的你知道嗎 男之男的你根本不曉得 這兩個長度是多少 對嘛 這兩個長度你不曉得多少 那怎麼辦 怎麼去想 你不要長度多少 你覺得在 先假設 先假設 為什麼 你要設誰是 X 誰是 Y 沒有差嗎 呃 第一件重點是在於 它是不是相似型 你覺得 不知道 不知道 相似型 對啊 S S S 知道兩邊還不固定 這個三角形 知道還不固定 跟這個三角形 腳 A 是同一個 沒問題嗎 對 可以故意讓它相似 你可以故意讓它相似 或是故意讓它不相似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東西 可以確定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原本可以假設它是 X 它是 Y 其實是 OK 可以的 我想一下喔 假設它 X 它是 Y 可以嗎 好啊 你假設它是 X 它是 Y 好了 假設它 X 它是 Y 好了 好不好 好 那它的面積多少 A P Q 的面積 A P Q 的面積 是不是應該等於 二分之一的 A P 乘 A Q 那乘以 3 C 它 對不對 然後很明顯 這個是它的幾倍 上面是下面的兩倍嗎 所以換句話說 二分之一的 A B 乘以 A C 乘以 3 C 它 應該等於像這個兩倍 兩倍的二分之一乘以 A P 乘以 A Q 乘以 3 C 它 對 然後二分之一消掉 對不對 這裡在多少 Side 可以 3 C 消掉 然後這裡一個帶 9 一個帶 10 所以這個會變成 90 等於兩倍的 A P 乘 A Q 呢 最相當於 X 乘以 Y 嘛 對不對 沒錯了喔 OK 所以很明顯我的 X 乘以 Y 乘以 45 45 我只知道說這兩個相乘是 45 而已 啊 自己多少咧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可以自己湊答案 95 45 你可以 隨便你 那這個題目是為什麼 它的最小可能值是多少 題目不是問 X Y 喔 題目是問 PQ 對不對 那我們假設 PQ 所以我要記錄的是那個 M 環 好 你覺得你如果把 X Y 跟 M 還有這個 C 卡 扯在一起 然後找到我要的 M 最小值 小高的是語弦 語弦定理沒有錯 就是用語弦 好 語弦怎麼說的 可算 C 卡 會得怎麼批 兩倍的什麼 X Y X X 乘以 Y 分之 X 平方加 Y 平方 減掉 M 平方吧 那 X 乘以 0 知道多少 其實就是 45 對不對 啊 可算 C 卡呢 有 8 分之 3 然後等於 90 分之 X 平方加 Y 平方 減掉 M 平方吧 對不對 那你把它乘上去 所以很明顯的 我會知道 X 平方加 Y 平方減 M 平方會等多少 M 平方 等於 8 分之 3 乘 90 分 對不對 可以了齁 好 那等多少 約分約分 45 所以等於 4 分之 1 3 1 OK 好 然後呢 坐這邊你是不是卡住了 對不對 卡住了 來 卡住不要怕 我把負 M 平方引過去 把 4 分之 1 3 5 過來 所以得到幾乎 我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4 分之 1 3 5 等於 M 平方 減掉 1 3 5 2 減 1 3 5 對不起 減 1 3 5 那等於 M 平方 那你就想喔 如果我找他最小值的話 找 M 平方最小值的話 現在找誰知道 找他的誰 找他最小值 找他最小值 對吧 OK 好 所以怎麼辦 你覺得 X 平方加 Y 平方 數量會大於等於更號 X 平方乘以 Y 平方 會 會老幾 對 就是算數平均大幾個平均數 對不對 好 啊這個很明顯是多少 就是 45 就是 45 因為我已經知道 X 乘以 Y 就是 45 所以 平方跟更號剛好只是消掉而已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 X 平方加 Y 平方 除以 2 應該大選舉 45 所以很明顯的 X 平方加 Y 平方的最小值 就是 90 所以帶進去它就可以 所以我會知道 什麼東西 哇 不夠了 所以要有一個結論 就是 M 平方的最小值 就是大家等於 90 的時候 所以等於 90 減掉 4 分之 1 3 等於 4 分之 等於 4 分之 這個應該是 360 吧 其他它 所以應該是 5 2 2 2 4分之 2 2 5 M 平方最小值 4 分之 2 2 5 它開根號 對 所以 M 多少 M 應該等於 增負 2 分之 15 那 題目問這個 題目問這個 題目問長度 所以當然不會有負的 所以當然是等於 2 分之 15 可以啦齁 OK 可以嗎 好 因為解答 它寫的方法 假設一個 9K 跟 10L 那個 說實在的話 你考試什麼可能想到 還要假設 10K 920 但是你用 X 要一個想出來 齁